我们在过去我们一直不断地强调如何对神有信心 这将会花掉我们非常多的时间 能够完整地描述神 因为祂非常的大 祂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能够来考虑 我们希望不会弄错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永生 在天堂上所有的活物 在一天二十小时 每个礼拜都在敬拜神 他们一旦抬起头来 看见神又做了一些新奇的事 他们禁不住又再弯下腰来敬拜神 你可以发现神有很多的事情期待我们来发觉 祂就是那个永生 认识祂也是一个冒险的旅程 要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祂 我只是来特别强调四件事 来强调神他自己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神是爱 神就是爱 祂不单单只是爱 祂就是那个爱的定义 如果我们有充满的痛苦 如果我们看到早上有很多的小孩都被跑 如果说你想想看 小孩子手上有所有的颜色 你去看他们触碰的地方都会留下那些色彩 我许有一个学生他要来考试 他只是到你的课堂上 他到我这边来参加一个英文考试 你可以发现因为他手上沾满了颜料 所以凡他所碰出的铅笔啊 橡皮紙啊桌子 测验纸上面都沾满了颜色 同样的你可以想象这也就是神 每一个神所碰出 每一件事他所成就的 是爱 你知道我的手如果是沾满了红色颜料 我碰住到墙壁 它不会变成蓝色 那一定是变成红的 因为这是红色的本性 同样的这也是神的本性 祂就是那个爱 这是祂的本性 祂的出发点都是爱 第二个点我们特别讲到的 神是那良善的 祂非常的好 因为神是良善的 祂只成就那些美好的良善的事 第三个神非常的大 祂非常的大 祂远远超过你能想象的那般的巨大 祂让天堂在地上 只要祂说 祂就成就 你知道太阳非常的大 我也很喜欢星星 我很喜欢到网络上去搜寻 最近在天文方面的一些新鲜的事 我们发现一件 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们去比较 目前发现跟太阳一样大的一些恒星 他们会从地球的大小开始 他会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星球 所以你可以发现 如果把地球放在一端 然后沿着大小排列 到整个太阳系里面最大的 到左边的太阳 如果你去看那时候太阳 跟地球比的话 地球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如果继续下去 你不断地下去 当你的我们的太阳 跟其他星系的一些恒星去比的话 你可以发现 我们的太阳其实非常的小 所以这就是神所成就的 他单单地说 让那有光 因为神是那巨大的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他是那全能的 他能够成就任何的事 第四个是 神是超自然的 耶稣在水上行走 他命令暴风停止 那个斧头 斧头可以在水上浮出来 你知道这一些都不是自然的 这有很多 比如说让水变成酒 我可以不断地 不断地讲下去 神是那超乎自然的 我开始不禁想问一个问题 你相信吗 这个神 神是爱 神是良善的 神是那巨大的 神那超自然的本性 你能够想象 是这样子的一位神 要来用你 如果神 这样子的一位神 要用你会是什么样呢 那会看起来会是什么样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 如果神拥有你的工作 拥有你的家庭 如果神活在你的生活中 那样子会像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你看有些家长说 真的会很兴奋 我真的希望耶稣来照顾这些孩子 你可以想象 这样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你知道那会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要很诚实地说 如果我的生命 由耶稣来活的话 会完全不一样 我相信会在我的学校里 没有任何生病的人 也没有那些恶魔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也没办法存活 那些人会 因为耶稣所成就的事 而感到惊奇 我们读那些圣经 我们在四福音书中 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那些事 你也知道 如果耶稣在这里的话 他基本上会行这些事 他会触碰人的生命 神的国会降临 平安 喜乐 公义 爱 流行 每一个都是好的 那也没有任何的疾病 至少那些有病的 能够得医治 瞎眼的能看见 那 聋的能够听 那世上的能够 这是因为我们 有这位全能的神 我真的要承认 如果神活在 我的生命当中 这会完全不一样 耶稣也说了一些 很疯狂的事情 他说 阿瑞你并不了解 但是你知道 这不是永生 你或许认为 那个是永生 但这并不是 完全的永生 但是你要等一下 还有更多 在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第十二节 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第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要做 这个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and greater works 你可以要更大的事 Can you say greater? 你能够说更大的吗? 更大的 Yeah Greater That was good Yes Woo Are you okay out there? You're okay But tired It was a long week Okay Right So Jesus says There are greater things for us 但是耶稣说 更大的事 甚至超过 他所做的 And this was proved in the New Testament 这就是在 新约里面 所讲的那些果子 就像说 彼得的影子 能够来照到谁 那个人可以得医治 这在耶稣的那个时候 并没有发生过 那是所谓的更大的事 那对我们来讲 那对我们来讲 是更大的事 We got to really believe this 我们真的要相信 That what you know of God right now 你们所相信的神 That what you've experienced until now 或者你有曾经 有的一些经历 God has greater things for you 神要做那伟大的事情 Greater things 更伟大的事情 更大的事情 You see Jesus didn't come to show us What God can do 耶稣不是单单 只是来彰显出神所能够做 耶稣所要彰显的一个例子 不论是男人 不论是女人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所能够成就的事 This is so true 这是如此的真实 Romans 8 verse 11 says And if the spirit of him who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is living in you He who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will also give life to your mortal bodies because of his spirit who lives in you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被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 The same spirit that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先想看 那让耶稣死里复活的灵 现在就住在你们心里 This is true 这是真实的 Without it you cannot be saved 如果没有祂的话 你没有办法得救 If you believe in Jesus 你相信耶稣的话 As your Lord and Savior 你能够得救的话 The spirit lives in you 你要知道 祂的灵就住在你心里 那不是那很小的圣灵 你知道那是那一个圣灵 这样的灵让耶稣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样子的灵也是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祂话语说出就成就的事 That same spirit lives in us 你要知道这样子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But we've become We've been tricked We've been tricked 我们就 Tricked Deceived 我们就好像是被 被这样子的扭转 But into thinking that That is only for some 你知道那只是 如果是上太阳 God doesn't have that for everyone 神给每一个人 He only has that for some special pastors and preachers 他不是只给特别的一些人 The supernatural is only for some people 那些超自然的 不是只是为了某一些人准备 We can support those guys But they're the ones that have it They need to do it 我们不是说那些人 只有那些人拥有 他们就应该去做 你得救了吗 你要知道那让耶稣死里 复活的灵 同样也住在你 那也住在我心里 能够让我们去成就那些 更伟大的事 We need to stop straining at the oars 我们要不开始 放手 不要这样紧紧地握住那个桨 Just to give you some context 就给你们一些例子 Sorry I can't remember who was here and who wasn't here I preached about this before 我不太记得 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听过 我之前讲过的这个讯息 在马可福音里面 我们讲到耶稣 让那些食物增加 但是他的门徒非常的累 因为他们必须要礼拜六工作 那一个礼拜充满了工作 只是像这个礼拜一样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了 因为我们昨天必须工作 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 你们既然累了 你们就上船 你们就到对岸 我等一下会去找你们 那他的门徒开始在划船 耶稣确定每一个人都 依照他们的路径要去 然后他到了山上去祷告 在半夜 耶稣在山上祷告 那门徒在湖中划船 你可以发现 耶稣看见他的门徒在那里 非常努力 用力地在划船 因为他们逆风而行 你可以知道 那非常困难地在划 他们真的很用力地在划 就是像他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用力地在划 因为不管是所有的自然的东西 都跟他们在对抗 就像今天早上你在这里 你或许感动耶稣要你去做些事 我做了 但是我发现 每一件事情都 你可以发现 每一件事情都不顺我的心 我很用力 但是我没办法去持下去 我非常的累 我不能再继续下去 每一件事情都不顺谁 但是你知道耶稣怎么做 耶稣开始在水面上行走 你可以知道他的门徒很努力地在划船 但是耶稣在水上行走 你可以知道在圣经上说 耶稣几乎要超过他们 耶稣 他们会觉得说 耶稣你看不到吗 我在这里非常的累 我非常的努力在做这里 我做你要我做的事 你要把我放在这里吗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 他是爱啊 他的良善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可能没办法再把那个 我上次讲得到重复一遍 你可以发现 在那个经文讲到 耶稣最终上了船 那些风浪马上停止 你可以发现他的门徒非常的惊讶 我们如此的努力地工作 但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第一个 你竟然从水上走过来 然后坐在船上 你可以发现 风浪静止的 因为他们 正义上说 他们不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那些门徒 并不了解 耶稣所行的神迹 是透过门徒的手 去成就的 你要知道 耶稣是利用他门徒的手 去成就那一些奇迹 就像是那些面包还有鱼 那是你知道 那是我们自然所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神使用这一些门徒的手 去行出这些神迹 来克服这些问题 但是当那些门徒 在这些自然的环境中 他们又碰到 所谓的这些自然的事情 他们在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非常的努力 想要去克服这些自然的东西 但是他们失败了 耶稣几乎就要去把他们留在那里 他真的是希望那些门徒去学习到 对于这些自然的事情 不要用自然的方式去做 他们应该要能够得到 仿佛从耶稣那里来的这些超自然的能力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好像在滑桨般的如此的困境当中 耶稣并不会来责怪你 耶稣不会说 你为什么要如此做这些事情 但是这并不是要 耶稣所要成就的事 我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你今天能够成就神 所成就那一些超自然的事 他要透过你 来行这些神迹奇事 你如果说用自然的一些法则 并没有什么错 神也是利用这一些 自然的法则 我可能没有所谓的 我天生我没有办法 有这样子的恩赐 可以唱歌的恩赐 有一些人有 如果说我能够这样唱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事 但是Mavis的话 他拿起麦克风唱 是一个很自然 或妮可 他们有一个天生的美好的歌喉 神使用这些 我们必须了解 那会有一个 是自然的法则 是自然的法则 同时也有 在这当中也有一些 超自然的事情 神要在这两方面来使用我们 神要在你身上行这些事情 我们要开始能够在 这些超自然上面的事情来操练 如果想想看神 如果现在有我的工作了会怎么样 就像神怎么样来使用我 如果说神真的要用我 我真的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退休 我真的很想去传福音 真的是想要去医治一些人 但是我真正要做的事 我有家庭要照顾 之后 我把家庭照顾好了 神才可以使用我 但是如果说神今天在你工作的时候 你不是说好像要经历过 自然的一些事情 然后才有一些超自然的事 你可以知道说 好像超自然的事 就像手套一样 套在你自然的手 你的手相当于自然的事情一样 我们就只是需要去看 重要是我们要能够相信 我要分享一个见证 我真的希望这个是我的见证 可是它不是 有一个人他叫做Todd Todd有一个工作 那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棒的一个工作 他必须要去送冰 他开了一个卡车 在台湾的外面 台湾的可能是白色或者是蓝色 在台湾的话一些货车不是蓝的就是白的 如果你在台湾骑摩托的话 机场那些的卡车从你身边过 因为你看到他们来的话 你必须要让路 因为他们必须要赶紧 他们要开得很快 这个Todd他是一个送冰的一个人 他必须要把冰送到穆斯林的 就是穆斯林的一个地方 但是那个人是一个非常难缠的顾客 他欠这个公司很多的钱 Todd老板跟他说 他若不付钱的话 你不能给他冰 那Todd有第二个份的事情要做 他是那些收债的人 在夏天当中 我会很期待这些送冰的人 你知道他如果来的话 你会觉得他是我的英雄 你知道在7-11的话 如果没有冰的话 你会必须等他来 你就必须要有冰 但是收债的人 你就知道他并不是那么受欢迎 所以Todd去这家店 他很友善地问他 所以他跟他说 你好 我来送冰的 但是你必须要先付钱 所以那个人就看着他 他就把这个支票丢在地上 你知道那个客人并不高兴 但是Todd觉得说 我没有任何的损伤 因为我有耶稣 我不会让那个人的不愉快 夺去我的喜乐 所以Todd就把那个支票捡起来 放在他口袋 他就说你什么需要这些冰 神那个人就带他去冰库 你知道Todd开始把那些冰放到冰库里 当他把那些冰送到冰库的时候 他停下来 他跟那个人讲 我是属神的人 那个人说我也是 但Todd就跟那个人说 神有的时候会跟我说话 那个人说真的吗 他告诉你什么 神告诉我说你的脖子会有一些疼痛 或者是你伤到你的背 然后在你的大腿 那个人就说这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那Todd就跟他说 因为神告诉我 我能够帮你祷告吗 神会来医治你 那个人就说好 你看他仍然怀疑 当Todd为他祷告的时候 那当他最后要奉耶稣的名祷告 那个人很惊慌地跳开 他跳开 那个人说我不相信这个 但是那太晚了 但当下那个人身上所有的疼痛 又来消失了 他说你是蒙福的人 但是Todd继续跟他说 耶稣同时告诉我 你的儿子有一些 耳朵聆听上有一些问题 对不起 是他那个人的 儿子的眼睛可能有些问题 那个人说是的 真的是 那Todd就跟他说 我能为你儿子祷告吗 那个人说好 我去找他来 但是Todd跟他说 我必须给我十分钟 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完 在Todd在搬运这些冰的过程当中 大概有四五十代 之后他为那个男孩祷告 耶稣当下恢复的那个男孩子的势力 他眼睛充满了泪水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神 就是爱 你知道不是有很多的规定 那大概是他一中的十五分钟 然后之后他又回到他的车上 赞美神 他又继续他下一个送兵的工作 你知道只有一件事需要改变 神要使用你的话 是你的渴望 你不需要改变你的工作 你不必成为牧师 你不需要去圣经教会 单单的相信 你真的是单单的相信 神要使用你 他也渴望你能使用你 在这些超人的上面 你要相信 他能做的事情 你也能做 你要知道 耶稣所成就的事情 你能够做得更多 重点是我们必须要相信 这也是说 你要把这个开关打开 Robert gave a very very good example Robert在之前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那些科技 他买了一个新的印表机 我等一下讲 他在那个使用手册上说 第一个你要插上电源 第二个把机器打开 那你可以发现 那个开关是开的 那是你的信心 我相信 当我相信的时候 那个switch就会打开 当我相信神要使用我的时候 电源就会打开 神是那电源 我们要接上电源 我们有这个一个通道 我们是他能量的一个通道 我们是他这些爱的管道 来触碰这个世界 我们只是那个管道 prepare sorry Vessel he didn't see it yes are you okay quickly take a sip of water please so God is the power source 神是那力量 那个能量的来源 我们只是这些管道 来输送这些能量 但是我们必须要 把我们的开关打开 这样子这个电力 才能够流出来 你必须要相信 神是为我们所预备的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节 Peter replied repent and be baptized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forgiveness of your sins and you wi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This promise is for you and your children and for all who are far off for all whom the Lord our God will call 《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节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 什么样的应许 也就是要赐下圣灵的应 也就是说这样子圣灵要住在你当中 Acts chapter 2 Acts chapter 2 使徒行传第二章 Verse 38 to 39 第二章38到39节 Yes OK comes down to this 也就是 在接下来我们再看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十八节 这里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七十八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感鬼 所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就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了 Mark chapter 9 23 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It says this Mark chapter 9 verse 23 If you can say Jesus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说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这样子的应许是给你们的 还有你们的子女 这赐下圣灵的应许是给你们的 这些对于你相信的话 都能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我们开始要 操练这个事 如果说我们相信 这些超自然的本质 我的工作就成为神爱的一个管道 那也就是我的工作成为我的侍奉的核材 让我能够来触碰那一些需要神的人 这是真的 Clive has a job 他有一个工作 他教英文 他认识一些我所不认识的人 我也不认识他的老板 我也没见过他的学生 我也没有见过他学校的其他老师 我也没有见过他学生的家长 但是他今天的工作是可以接触到这些人 那一些人需要神 他们也需要神的爱 也需要神的能力 他们需要耶稣 他的工作就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知道 那些超自然的事情 能够超越这些自然的法则 就好像是 一个手套 套在上面 虽然是我在这个世上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不一样的 我也相信那些神超自然的工作 你要记得神说 我们是身处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是从 我们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活得像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我们不能单单的把我们自己 受限于我们自然环境当中 我因为我们有那位超自然的神 有那些超自然的国度 他这样子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我单单的只是要去打开它 让这样子的能力能够涌出来 我们必须要相信这样的事 神如此的相信我们就去做 我们要去做 所谓的信心并不是说 嘴巴说我相信 你知道他们在唱的就是说 我相信我能够飞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跟他说 那边有个窗户 你可以做给我们看 就是说他相信他可以飞 他可以唱得很好 但是他可能不能真的去这样做 我可以用嘴巴讲出很多 我可以想要做的事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跳出这个窗户 然后开始再分手 那基本上 所以基本上 你嘴巴承认或说的事情 并不能够成就 所以他不需要向你证明 他不能飞 当他闭气的时候 他可以沉在水里 我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些事 所谓的信心 也就是说 你对某一件事情 你相信它 然后你就去做 在亚哥书第二章二十六节 亚哥书二章二十六节 亚哥书二章二十六节说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如果说信心没有行为的话 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事情 是死的 我真的相信 我能够行出那些超自然的能力 如果我相信神要使用我 用一个超乎自然的方式 我要相信他 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当这样子的机会来的时候 我要紧紧地抓住 就像Robert在两三个礼拜以前讲过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盖一个天桥 到那个建筑物 如果说我们相信它够强的话 我会在这个桥上面行走 神会成就那些 我们所相信的事 在亚哥书二章十八节讲到 James chapter 2 verse 18 But someone will say You have faith and I have works Show me your faith without your works And I will show you my faith by my works That means 也就是说 You're in the boat 你在船上 每一件事情 似乎 自然的一些问题 Hey This natural solution isn't working 你知道你用自然的一些规律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你会说 好吧 那我停止滑桥 你会对神说 耶稣你要我做什么 因为我做了这一些 所有的事情都徒劳无功 我将要停下来 一段时间 我要能够脱离这些自然的法则 希望能够进入到 那些超自然的规律当中 A phone 你可能就只是单单的打个电话 或者是单单的一个祷告 A phone call means prayer Just a joke So it's simply a prayer away 你就只是单单的去祷告 你知道在自然的法则 那些东西都没办法解决 I stop 我就停下来 I remember that I've got a supernatural God 因为我记得我有那个超自然的神 And I go and I plug in 我需要把我的线与祂连结 I say okay God I'm listening 所以你就跟他说 神啊我在这里聆听 W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do 你要我做什么 And I walk across the bridge 我就能够走出去 It means when I see somebody that's sick 也就是说 你看到某一个人在生病 And my heart burns for them 我的内心对这件事情很火热 Then I realize Hey this is God Wanting to love that person through me 我可以感受到说 神要透过我 来向那个人展现神的爱 I stop thinking Wow That arm is really broken badly 或者说 那个人的手背 可能断得很厉害 I'm not a doctor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I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我不知道怎么做 Hey that's natural thinking 但是那是你属人的想法 Natural stop 你会说属人的想法 It's the end of the supernatural 你要开始用一些 超整的方式 Hey father I know that you heal people 你会说 神啊我知道你医治人 Excuse me 他说你会说 Man I see your arms br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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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must have hurt 非常地痛 Do you have pain right now?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痛 Can I pray for you? 我能不能够帮你祷告 Pray for them 你就去祷告 God is start doing what I believe 神会做 我所相信的事 Means I'm in a business meeting 或者是在一个 企业的一个会议 It's been going on for hours 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议 Man that's rough You've ever been in a meeting That doesn't get anywhere That's rough That makes you tired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会很累 Hey guys Let's pray 你可以说 让我们来祷告 Man we've spoken about this for a long time We don't have a solution Let's pray 我们为一些事情 讨论了这么久 仍然没有答案 我们来祷告 If they don't believe you pray 他们若不相信 你祷告 Father 你说在天上的父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 You are all wise God 你是我的神 Give us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 有答案 Idea pops up in your mind 你可以发现 马上就会有一些想法 从你心头涌出 Hey guys I just have this idea What do you think 你可以说 Yeah 我有这个想法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们那些人 可能会觉得 这真的是 但是他可能可以 You apply it 你真的很聪明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真的要把你 跟天上这些自然的事情 能够我们自然 超自然的神 有连结 能够来做 你所相信的 他要使用你 我们必须要相信 这个事情上 我们要相信 或者是有很多的 跟证据有相左的时候 你们或许有一些人 有一些经验 神跟你说 划过这个湖 或者说 帮这个病人祷告 神跟你说 做这个 当你去做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所有的事情 都似乎是 让你做得不顺利 你会发现 神会跟你说 我给你更多 你可以发现 但是在相反的 在你生命中 其他的东西 你会觉得 都是负面的 你会开始怀疑 怎么回事 你很努力地 划过那个湖 但是那个风浪 来阻止你 这时候 你要放下 你人的想法 要进入那些超自然 你要相信 那些超自然的事情 告诉你的事情 在罗马书第四章 第十八节 罗马书第四章 第十八节 讲到亚伯拉罕 他在无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虽然在所有 无指望的时刻 他仍然有指望 神在亚伯拉罕 大概七十五岁的时候 他说你会有儿子 亚伯拉罕说 好我相信 你知道七十五岁的人 要有儿子不容易 你知道亚伯拉罕 他们的夫妻 他们一直想要有个儿子 他们不断的事 都没有成功 他们觉得已经没有盼望 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 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 我们来试试看吧 你知道在九个月 你知道亚伯拉罕 不是马上就有儿子 是经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你知道神应许 他说你的后裔 如同天上的星星 你知道这个应许 二十五年以后才成就 你知道并不是像 因为台湾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 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多的星星 因为很多的光害 你没办法在晚上看到那么多的星 你知道亚伯拉罕 他住在沙漠当中 你如果有机会到 去沙漠看星星 你可以发现 真的会让你鄙息 你可以发现 在晚上的时候 天上充满了星星 你甚至没办法数算 你知道这是经过二十五年以后 你知道所有的证据 几乎都是来让他沮丧 但是他单单的相信说 神说过我就相信 他能够超脱这些 所谓的自然法则 单单的相信神的应许 就能够去成就 我们或许真的要像亚伯拉罕一样 或许神跟你说 我要用超自然的方式来使用你们 或许神 你要帮一些受伤的人来祷告 但是他伤得更厉害 你可以知道 或许有的时候会发生 但并不是都是这样子 但是在 纵然是我们没有成就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 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 你对于那些受伤的人 你要温柔一点 不能那么的出路 重点是当我们祷告 如果没有成就的时候 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 就像 他从神领受到了一些讯息 你要去做 但是你从神领受这样的讯息 你要说出来 就像他的说 你的脖子有痛 有的时候你或许是对的 那个人会说 哇 这是真的 或许那个人说 你很奇怪 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大概两个月以前 我们在Coffee Shop 有一个经验 我真的相信神要成就一些事情 在我们跟那个人对话的时候 我跟神讲 我当一个服务生 把我们食物送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相信神跟我讲说 左肩 或者是某一 在我们同桌的机械 或者是在Coffee Shop的其他一些人 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那个服务生 我说我可能比较安全的想法 我看他来 你们是不是有任何人 膝盖有问题 雖然都说没有 那就无所谓 我学习 或许我听错了 或许我没有耐心 听完全神的话 但是我们必须要来操练 或许我们会做一些犯错 有一些 有一些你可以发现 现实的一些证据 似乎是 显示我们的错误 但是我们要不断地去 我们要去相信 不能因为你单单的一次失败 而你错过了你一千个 可能成就了事 但必不表示神不要使用你 祂要用你 不断地去做 不断地去做 要相信这些操练 要能够来拥抱它 相信它 你要来操练 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 Andrew 在他儿童主日学 但他的祖母送到医院去了 他身体有很多的问题 They call her Oma Oma So we can just pray for Oma No, no, the lady's name They call her Oma 那个他的祖母 名字叫Oma So we can just pray for Oma 我们可以单单的在这里 帮Oma祷告 And we trust that God will touch her and heal her 我们也来相信 神会来亲自的医治她 I really want to commend you guys For praying this week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 这礼拜能够为这个事祷告 Janet requested prayer Janet有一些祷告的要求 It's a friend of Matthews That's been taken up in a hospital With Kawasaki disease Kawasaki Yeah 谁 OK Jenna她的 OK You got it OK And a lot of people prayed for him And he's doing a lot better 很多人帮她祷告她 就好一点 He's asking his mom for food 她向她妈妈要东西吃 甚至要读一些圣经的故事 你可以知道这真的很神奇 神真的听我们的祷告 去成就那些超自然的事 让我们来帮Oma祷告 Andrew的祖母 And then we can also pray for Anna And unfortunately she left Anna And she was in for an operation this week And she was in for an operation this week And she was in for an operation this week And she was in for an operation this week And she received a It's called a CRT device It's like a pacemaker It helps your heart beat on rhythm And she really says that she's recovering well And she's got a lot of energy That's wonderful This is a good news However she's not always that clear in her thinking And her thinking She sometimes forgets what day it is She forgets what day it is She forgets what day it is You might have realized from her messages On the members group That it's not coherent The messages sometimes very mixed up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的群组 Line群组 你可以发现 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 他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讯息 So we're really trusting for recovery in that 我们真的相信神会医治它 So maybe if we can ask this side to pray for Oma 我们可以邀请我们在左半边的弟兄姐妹帮Oma 请求神的医治 And restoration 还有神的恢复 And then this side we're really trusting for Anna 在这边右边的弟兄姐妹帮Oma We're trusting that God will restore our mind and our memory 要求神恢复他的记忆 Father we thank you So we thank you That you hear our prayers You hear our prayers You hear our prayers You hear our prayers Thank you that you want to use us supernaturally 真的 主你要用我们行那些神迹 Thank you that you answer our prayers 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Thank you for Matthew's friend Who's doing a lot better Because we prayed 因为我们的祷告 Matthew他的朋友得以医治 So Father now we pray for Oma and Anna 主啊 现在我们帮Oma还有Anna祷告 And we pray that you would come supernaturally tust them 主啊 你要用超自然的方式来 来请治医治他们 And heal them 能够来医治他们 If you can just take a few moments Just pray your own prayer Everyone at the same time Just pray for them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可以用你的方式 在我们接下时间来帮他们祷告